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斯尔周 欢迎去讨论我们今天的介绍感 是第二时期 咱们今天是一期开箱和速度视频 咱们今天介绍的是 HG级别的1比144的急翁号 那么它的这个全车的话 是MSN02 Ziong 那么这个玩具 它的比例的话 是1比144 那么作为这个0079 在这个急翁军 最后投入使用的MS 那么在投入的时候的话 它的腿部还没有完成 所以说到就有一个敏跟 就是这个夏亚问这个工作人员 怎么没有腿呢 而这个旁边的士兵的话 跟这个夏亚说 这个腿只是装饰 上面的大佬们是不会明白的 那么当时这个作为上校的这个夏亚 那是驾驶这个急翁号 与这个阿姆罗 那么进行一个交战 那么最后的话 在这个动画的最后 也是双双机体的话 都是这个战毁 好 那么这个机体的话 也是比较有特点 那么它的话 应该是0079年 这个急翁军的这么一个 科技的一个最高峰了 那么这个模型的话 我们待会就进行个开盒和一个制作 好 那这个地方是一些这个数值的介绍 这行字的话 是这个Principality of Zero 是个急翁公国的这么一个科技产品 那么它的这个编号的话 是MSN02 那么它的这个高度是这个17.3米 那么它的这个重量的话 是这个150亿吨 那么相当于三辆虎儿坦克 这个地方写的这个全配重 就是增加了所有这个代药甜味之后 是这个231吨 相当于这个四辆的虎一坦克 好了 这个地方是这个H级别 这个地方是这个2001年 那个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 那么峰会的话 也是非常的酷 我们知道它的主要的武器 就是在这首部 这个五连发的这个Mega光束 然后在这个嘴部和这个腰部的话 是有两个Mega光束炮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火力双开 进行一个攻击的这么一个桥段 好 我们往下来看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完成品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小的支架 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欢迎动画里面 一个形象 玩具的话在这上面 依然是一些小的介绍 好了 我们再往边上来看 编号的话是022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底边的话 也有很多推进器的一些细节 包括这个手部的话 是有一个跟铁丝连接 可以有模仿动画里面 这样的一个线控的这么一个手部攻击 好了 我们进行一个开盒 好那么依然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小绷带 我们进行一个下方的滑开 看看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好了 那么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小绷带 那么拆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看看里面都有哪些内容啊 好了 那么打开之后的话呢 就是其实板件并不多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这个胸甲部分 这是这个手部装甲部分 这个是这个头部的一个天线啊 好了 那么这个是腰腹物 这是第一片 然后这一片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这个下方的推进器部分 那么这个橙色的话呢 是这个类似于蓝灰这样的颜色 也有根铁色在这里 看一下 这是一个小的支架 好放在边上 那么这一片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推进器和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小细节 橙色的话呢 是这个绿色的配色 然后这一片的话呢 是这个关节的这么一个PC板机 然后下方的话呢 还有一些这关于手指啊 一些小细节 那么这一片的话呢 是一个很大一块 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裙甲 那么下方的话呢 是这个还没安装啊 那么在安装之后的话呢 会有一些这个细节 这个地方写的是这个外带公司01年出品 made in Japan 好 然后就是一大本说明书在这里 那么这方的话依然是一个数值的介绍 那么HG 那么它是一个1比144外带公司出品 呃 我们看这个呃 直接打开的话 这就是一个完成品啊 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有这个很多这个叫我们如何配色 和一些这个小的细节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打开 打开的话是对板键 以及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拼装过程啊 是非常的流畅 那么后边的话是教我们如何去这个上色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拼装过程 那么等下会的话我们就把它拼好 看看成品的话是什么样子 就像是这样 好的 就像是这样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拼装好的一个急功号 那么这是一个速组状态 我呢是上了一些渗线 以突出一细节 那么这个模型的话呢 它是HG比例 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拼装过程 大约的话呢 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啊 如果不休水口的话呢 可能还会更快 那么它的配色的话呢 就是这种类似于灰色深蓝色 还有这个绿色黄色和一点点的红色衬托啊 是非常的完美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配件的话呢 其实只有一个下方的一个支架 那么还有这样的一个铁线 是为了这个还原这个手臂 这个发生出去的这么一个感觉 待会的话呢 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比例大小啊 那么这边一款的话呢 就是这个HG级别的这个元祖高达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急功号的话呢 还是一个非常壮硕的这么一个玩具啊 那么就是这两个玩具 在这个动画的最后的话呢 进行一个决斗 也是这个双双都被彼此击毁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急功号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HG级别 它下方的话呢 是有这么一个小的一个支架 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好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可动性 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头的话呢 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安插 好 那么安插好之后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后仰 就像是这样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后仰 也可以进行一个前倾啊 那么就像是这样 这是一个最大角度的一个前倾的状态 好 所以说这个支架的话呢 是可以还原出一些小小的动作来的 当然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侧面的一个摆放 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像是这样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玩具本身 那么首先的话呢 这个急功号 那么它的驾驶舱的话呢 是在头部 在动画最后的话 也是下眼 是驾驶这个头部的话呢 与这个阿姆罗驾驶里面的高达 继续进行一个争斗啊 好 头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转动 那么里面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拿下来的 我们待会来看 首先是可以进行转动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好 那么拿来之后的话呢 在这个眼部的话 这个地方是一个贴纸啊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头部一个摄像头 好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迈卡光束炮在这里 进行一个火的一个倾泻 那么这两个像机就一样是这个天线啊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小的推进器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小的细节 但是眼部的话是不可动的 好 我们可以把头部继续给它安装回去 好的 那么这个在脖子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一这么一个另外的一个可动啊 就像是这个点 类似这个领口这个部分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可动的 好 那么它的肩甲的话呢 这是一个深蓝色 是可以进行一个随手部的这么一个转动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的细节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液压杆在这里 但其实的话也是个拼装上去啊 它并不是一个一体一个一个模柱 而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板件放在这里 但是并不可能进行一个液压的一个移动啊 好 这个地方是可以进行一个可动 这个微微的一个可以转动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可以进行一个可动 那么它的手臂的话 是可以把它这样的拿下来的 就像是这样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口 那么是与这个这个附赠的这个电线的话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安插 就像是这样 好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小头 这是一个小的一个插件 那这个插件的话呢 是以这个手臂的话呢 进行一个连接 就像是这样 然后的话呢 就可以还原在这个动画里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把这个前臂的话呢 把它这样的一个飞射出去啊 那么进行一个火力的一个倾泻 那么就像是这样 好了 我们再次把它这个恢复过来啊 我们先把它拔下来 然后这边的话呢 也是把它这样的安插下来啊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恢复一下手臂 好的 那么它的手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几个手指的话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运动啊 但是关键部的话是没有可动 首先可以进行一个转动 然后的话呢 可以单独的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可动 还是非常不错 可以摆出不同的这个手型来啊 好的 然后这是手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一二 然后这后面是三四 这是一个四个一个小的推进器 好 然后在腰腹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上下的一个抚养 在腰部的话呢 有两个这个麦干离死炮 在这里进行一个火力的轻信 这两片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大的一个群甲 我是上了一些这个渗线 也提出一些这个小的细节 好 那么下方的话就是一个推进器部分 是有这个五个小的推进器和两个大的推进器 小推进器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 而大推进器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不仅是前后啊 也可以进行一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下方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小的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宿主的状态啊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涂装之后的话 我觉得器应该还是不错的 好的 我们来看 由于他没有腿的话呢 其实这个拼装的话 还是非常这个简单的一个过程的 我们再把这个指甲的话呢 给他这个安上啊 好 那么就像是这样 好 那么这边今天测评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就是这个疾风号 这是一个HG级别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模型的话 还出过这个RG级别和这MG级别 MG的话呢 还有这个配腿呢 这么一个更加壮硕的一个完整版啊 那么非常值得自己去一个购入 好 我们这一天四伏的 下一个 远几点就说 我们的话是100新的玩具错别 那么大家过来 别的这些东西 我们下期天 see you next ti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